在這邊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螢幕 應該說網頁畫面的擷取 這個是Google的所謂的擴充元件 各位呢你們在使用我們這個Google瀏覽器的時候 你看一個新的頁面 假設你在Google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有的版本是在下面 有的版本是在這裡有一個叫做 應該是不是這個 叫做更多裡面 他那個東西叫做 線上商店服務 你可以直接從這個網址進來比較快 有個相關網址的整理 也就是說Google 他Chrome除了是一個瀏覽器外 事實上還有很多所謂的類似像APP那樣的功能 他在這邊我們稱作 工具裡面的叫做 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您可以從我們這個地方 這 有沒有 應用程式 你直接從這邊 View 進來就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 應用程式 對不對 那你如果找到這個那麼我要給各位看一下到底他 呈現的是什麼效果 您看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的這個 這些都是網頁對不對 我們如果在Facebook上 你貼個網址進去 他會不會自動幫那個網頁 的那個畫面做一個小的縮圖 而且會有類似像這樣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你在 Email裡面可不可以這樣做 網頁上可不可以這樣做 當然也有 這個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用 我現在介紹的叫Clip Beta這個 功能所製作出來的 也就是 你今天如果看到一個網站 比如說這裡 你看到這個網站 那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等我一下 比如說你看到這一個 我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Clip Beta 按一下 他就自動幫你把這個網頁的縮圖 自動抓出來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所以你只要把它複製 貼到你的 郵件裡面就好了 但是貼過去的時候呢 預設 你貼進來的時候呢 他會像這樣子 我剛已經複製了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就 直接 貼上 Ctrl JV 他會有一個 告訴你說這是從 用什麼 附加郵件來的 你這個要留不留都沒關係 如果不想留就把它 把它怎麼樣 把它刪掉就好了 這裡把它選起來把它刪掉 有沒有 這樣就會有縮圖加上這個 網址的說 網站的說明 然後要看就直接看過去 所以你會看到我現在給各位 在我們這邊 做的方式 就是像這樣 這樣看起來總是比較整齊一點吧 而且你不用自己去抓這個畫面 所以這個叫做 做它的 線上應用程式 那你可以從我們相關網址裡面直接點過去 增加了之後呢 你再看到這個 旁邊會多一個 那個符號 CP 有一個叫CP的 你就點一下 就看你要哪一個網頁 就點一下 它就自動把你產生 那目前我稍微試過 如果原則上大多數網站都沒什麼問題 只有 可能就是它的語氣如果是 就是網頁編碼的語氣如果是繁體中文的 可能會不行 它上面也許會變成 不是代表中文網站不行喔 那是它製作網頁的時候 它是編碼 如果是用unicode的應該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看 原則上應該多數網站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它反正縮圖它會自動把你先處理 會自動把你處理 如果萬一真的不行反正你就貼網址 對不對 總之這樣子 在 視覺上稍微比較美觀一點 因為 網頁上有時候我們要跟人家介紹 如果他沒先看到那個東西 他很會怕怕的嘛 最近各位有沒有常常收到那個 簡訊的那個 有後面有附連結的 那一種 你們都沒有 我說我已經連續收到兩封了 就是他傳簡訊給你然後後面會有那個網址 比如說什麼 快遞簽收單 然後什麼之類的 你都點下去 你的手機可能就 會縱目嘛 之類的 也就很討厭啦 那所以 他用的還是更慘的是他用Google的說 短子 Google的短子 也就是我們因為網址是不是很長 那他是要 把它縮短的 所以縮短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個連到哪裡 他只是讓那個網址比較短一點 所以 原則上 建議各位反正看到那種比較 不知道連去哪裡就不要亂點 那如果你 網站有經過這樣整點 他看總是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比較知道說我要過去的大概是什麼樣的網站 這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 抓網頁上的一個縮圖的畫面 他的那個Google的所謂的附加擴充功能